各位同學,我們講講文字技術師 我們回到插入 我按一下文字技術師 我選一個最基本的款式 我可以打一個字內 其實就是HAPPY 我們可以轉換不同的款式 我們可以轉換 例如要用V字的款式 我可以拉大一點 左邊有一個點 指著它,拉下來 V字會比較明顯 指著它沒有明顯 我們可以轉換做圓形 你會看到這次的用法不同 指著這個 向下彎 它變成C字形 就是向右邊開口 如果反過來,這樣拉 它會向左邊開口 如果我不要這個 可以卡住它 或者我再做另一個 插入 文字技術師 就在這裏 譬如打一個 PONGSIR 在這裏 這裏有一個叫旋轉 可以說旋轉幾多度 這裏 就是打側了 或者反轉 水平 另外有其他旋轉選項 這裏 你可以有一個度數 這裏 如果我需要旋轉 例如我需要60度 如果我需要60度 關閉 就在60度 這裏 再試一次 選項 如果我反過來 是-60度 譬如反方向轉 就變成這樣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譬如這裏 我試一下選擇不同的款式 譬如這裏 如果我選擇轉換 D一個款 你會發現效果好像圖章一樣 我拉大小看 D的點 如果拉出一點 圖章會變成這樣 你向上一點 變成這樣 你會發現這裏 有些圖案填滿 如果D一邊 就是填滿那個框 選這個 填滿一個框 D邊 文字填滿 填到字裏 譬如我要 綠色字 字裏 綠色 D那裏 填字 是很粗的 字的 很粗的 如果字的 框 有不同色的 紅色 變成紅色 D一個 填外面的 框 譬如我要 藍色的 藍色 不是 粗一點 可能看得清楚一點 那就粗一點 那就外面的框 這裏 另外呢 這個字 除了填 顏色之外 也可以填 填 圖片 進去 那裏 選一個 圖片 那裏 我這裏 填了圖片 進去 大家看到圖片 進去 那裏 大家可以試試 看好 喔 那裏 我這裏 有狗 那裏 有狗 這裏 有狗 有狗 有狗